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期的风魔狼数盘吧 没错 我把他培养成了千万年 其实唯一只有我疑问啊 自己培养的浑兽将他击败会不会掉落横环呢 虽然之前我也测试过 但当时实力不足啊 你们看看他的血量 三千多万 当时磨了十几分钟也只掉了一丢丢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啊 百世转生 百炼成神 当今世界唯一的一拳超人 以现在的实力 纯手路都能打到他怀疑人生啊 来吧 眼见为时耳听为虚 咱们直接测试一下 哎呀 哦对我忘了 我们需要前往一下其他世界 解除与他的绑定 这样才能造成伤害 小意思啊 拿出我的传送之数 随便点一个坐标 当加载完整之后 直接一键返回 哎 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要是还不成 我直接拿二楼三楼基田 恭喜他们成功躲过一截啊 接下来用我们的魂技 持续输出就OK了 第二魂技 我记得吸收的是五万年的 伤害不高也实属正常啊 但咱们的第三魂技 可是实打实的百万年 每一次发动 成敦的伤害 最主要的是 它能接近0CD 上一个技能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个就已经准备好了 OK 看样子这方法是可行的 确实掉落魂环了啊 啊 原来这才是它的正中心点呢 风俗性千万年魂环 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因为百事转生的功劳 第九魂环上限就是千万年 必定百分百悉数成功 哎呀 Unbelievable 所到之处 寸草不少 哎呀 实在是太强了 然后刚才还掉了个右腿骨 数值相比百万年也才翻了三倍 这就算不合理了呀 然后咱们的副武魂 神血龙蝶 至今都没吸收过一个魂环 不出意外的话 它的上限年限也是千万年 哎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其实正常千万年魂环 只能在神界获取 这次真纯属意外呀 既然它有这个特性 那我觉得就应该合理利用一下 用这个方法让副武魂全千万年 而且还全是风属性的优 降低百分之八十六的冷却呢 话说应该有小伙伴注意到我左上角的EMC值了吧 信夏又新添加了两个模组 原子来的太慢了 我还需要的特别多 所以就利用起了以前发现的战利品袋bug 手拿孔雀灵 对准它发射 直接爆出好几十分 信夏就是用这个方法 爆出一大堆无尽弹那把斧子 本想这个生魂包把主武魂的魂环全升到千万年 虽然可行 但太少圆了 只能线下慢慢弄了 回归正题啊 可掉落兽盘的只有这十五种 风属性的也只有风魔狼 但百万年遇到的概率太小了 比我找到女朋友的概率都低 所以还是需要借助创歌的力量啊 整个召唤弹 然后设置EMC值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是想把那些第一年线魂环都升到百万年吧 这个战魂点 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 它是有上限的 最高只能达到21亿 没猜错 这应该是我的世界的数值上限吧 OK 这下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虽然数值估计没什么变化 但魂环至少统一了 哎呀 你个鬼祟 你可终于来了 我放了两组 终于是出一个了 该打 所以说掉没掉啊 掉没掉手板呢 啊 在这呢 来之不易啊 必须把它放进神话桌 以前说不带EMC值的 我绝对不设置 现在收回这句话还来得及吧 至于价格这方面 一个一千万吧 对现在的我来说 真是白菜价了 培养它特别简单 用羊肉 猪肉 牛肉 一直喂养它 它的年限就会不断提升 大约使用七组肉 就会成长为千万年魂兽 第九魂技 终焉之客 哎 好像没什么效果呢 我怕不是吸了个山寨版 到头来还得靠第三魂技啊 谁叫只有它伤害最高 攻击最连贯呢 OK 终于搞定了 神血龙蝶的第一魂环 是千万年 我是真不愧对这个超神级五魂呢 然后这次给了个左壁骨 也还可以吧 等会儿装上 来吧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哎不等会儿 它第一魂技就能造成 差不多三百多万的伤害 这要是加上零CD 哎呀 太可怕了 来吧 百分百吸收成功 我得找个小卡拉密 试一下伤害啊 哎 这次艾名鹿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嘛 哎呀 哎呀 输出这么丝滑的吗 完全看不出任何威胁 但谁都打不过它 你就说欺不欺人吧